民眾聚餐或閒暇之餘會小酌助性 但飲酒過量不只會影響個人身心健康 更會造成家庭與社會的問題 衛生局持續爭取衛福部 酒飲治療費用補助方案 若民眾有飲酒問題 可尋求專業評估與協助 其實有一些個案 就是我們會發現說 它的喝酒狀況其實有一些達到失控的情形 好比說它已經就是營養的量越來越大 然後整天都耗在喝酒這件事情上 沒有辦法做一些正常的工作、社交等等的 這種情況我們就會擔心會不會有一些酒精成癮的狀況發生 這裡就簡單列了四個篩檢的問句 只要出現上面任何一個情況的話 我們就會高度懷疑它有一些酒精成癮的可能性 需要盡快的轉介到精神科或是成癮防治科 去做一些評估跟治療 那這四個問句分別是就是 第一個如果當事人有沒有出現過一種情況就是 他其實沒有想要喝太多 但是發現自己其實沒有辦法控制 就是不知不覺就喝過量 這是第一種情況 那第二個則是就是他周遭的一些家人朋友 其實會勸他應該要少喝一點的 就是這種情況被周遭的人就是發覺到 然後提醒當事人 那再來的話就是對於喝酒這件事情 這個當事人他會不會覺得好像會有一種就是 不應該或是會就這個罪惡感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最後就是說有沒有曾經出現過就是在早上一起床 都還沒有吃任何食物或吃早上的情況下 因為覺得有一些不舒服的情況 得要去喝一點酒 然後讓自己好像比較精神回復的這種狀況出現 如果出現這以上四個狀況的任何一個情形 那就要高度懷疑是酒精成癮的情況 然後應該要進速到精神科或是成癮防治科 去做一些評估跟治療 衛生局表示世界衛生組織已將酒精使用障礙症 列為影響全球十大疾病之一 酒飲者長期飲用酒精 會損害全身器官功能引發癌症 另外喝酒會臉紅的人 代表可能具有酒精不耐症體質 會讓健康損害情形更加嚴重 那其實大家比較常知道應該就是 比如說酒精性肝炎或肝硬化肝癌這個相關的疾患 是跟酒精有高度相關的 那其實除了肝臟疾病之外 還有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些疾病的 就是風險疾病其實跟飲酒也大有關係 那這邊就列舉出就是一些 就是目前研究上顯示說跟就是長期飲用酒精 可能會導致的疾病的一些裂炎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一些失智的一些情況 那還有一些人是有些神經病病 好比說一些手麻腳麻 或是說步態會覺得不是很平穩走路 好像有點顛簾導致這種狀況 那這個是神經的一些病病 那再來的話就是一些癌症相關的 好比說口腔癌、口咽癌、喉頸癌跟遲到癌 那可以看到就是跟就是我們的消化大池衣有關係 也就是說你酒一喝下去之後 他所到之處的這些消化道 其實都有可能會受到他的一些危害性 那再來的話心臟的部分 有一些人到後來會發現說 有一些心肌肥膽的情形 那這個可能也會跟酒精攝取的 之間是有一些關聯性的 那再來女生的乳癌的部分 目前也有研究發現說跟飲酒有一些關聯性 那再來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肝硬化跟肝癌 那這部分就是相關性 我想大家應該都說我們想 那也確實在臨床上是非常常見的一些情況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就是一些大腸直腸癌 那甚至是骨質疏鬆 依據國健署國民飲食指標手冊建議 以啤酒為例 男性每日不超過一罐 女性不超過半罐 衛生局提醒民眾留意自身與親友 是否有問題性飲酒行為 及早察覺並尋求專業醫療協助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